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战区战术第47期 我们直接开始训练 他走了一步后持F3 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江沙呢 首先后到第七将军的话 他可以吃我马 吃我们马的话我们可以吃他的马将军 他往到B8 可以走 可以走 后到E8将军 他往到B7 后持E7将军 他往到A6 虽然说可以吃他这么多 但是他接下来威胁的这个后刀F2 这个威胁实在是太太快了 关键是他威胁这个后段F 关键是他威胁这个后段F 这个该怎么做的 等等如果后到D7将军后到D7将军他如果直接走 王到A6 王到A6 他如果直接走王到A6 后到C8将军 他王到B5 后到B5 这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计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计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计算 王到A6的话,我们可以走比如说G到C1 但是我们可以吃他两个子,他接下来没有江沙,对吧 他F2,后到F2,我们有王到D1 对吧,如果吃这个E4将军的话,我们也可以走王到D1 后到D7将军,关键现在的问题是他可以走王到A6 王到A6,后到C8将军,王到B5,A4将军 哎,关键他这个地方选择太多了 他这个地方选择太多了 吃兵感觉不太可能,吃兵的话我们有太多 所以追到E将军,或者后到A6将军 所以吃兵不太可能 后到D7,王到A6,后到C8将军,王到B5 A4将军,他如果走王到C4感觉也不太多 王到C4将军,我们可以走后到A6将军 这个感觉应该是对 虽然说没有看到,直接看到江沙 但是我觉得后到D7应该是对 关键别的我也没有看到 别的起,你这个局面下不可能动马 对吧 他接下来就威胁了江沙 他接下来就是一步就江沙 所以说我也没有别的起 而且我走周到C1也太太慢 太太被动 所以我看到的只有后到D7 后到D7我觉得是唯一一步起 后吃C6也是不可能 对吧 所以后到D7是我唯一见到的一部将军的起 呃,他吃A8 哇,这个简化计算 这个简化了很多计算 这个简化了非常多的计算 所以我现在后到C8的话 他明显会走马到B8水部 所以后吃C6应该是对的 然后再 然后接下来我也就这么一个将军 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只能走 只能走后到A8 然后后吃一期将军 呃,等等,后吃一期我得确保 确保没有漏上 后吃一期我可以赚他一个 他王到A6的话 他接下来仍然威胁这个江沙 但是我们可以走巨刀C1 巨刀C1 他如果后吃E4将军的话 我,呃,我王到 哦,我还不能走王到D呢 等等等等 我巨刀C1如果他后吃E4的话 他后吃E4的话 如果我走王到D1 他可以走马到F2江沙 哇 他马到F2就是江沙 等等等等 这个地方我非常非常小心 后吃E7王到A6 对吧 首先我是没有任何将军的 其次他威胁的这个F2江沙 如果我走巨刀C1 后到F2将军 王到D1 这个是 这个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 后吃E7王到A6 巨刀C之后 他可以走后吃E4将军 后吃E4将军 然后我走王到D1 他有马到F2 马到F2这是个江沙 因为他后控制这么多 哇哇哇哇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狡猾的一个战术 属于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不能吃了一下 将军 后到D7 后到D7将军 王到A6 然后走后到C8将军 王到B5 走A4将军 哇 所以这个象其实不能吃 这个象非常非常狡猾 吃了的话王A6 我没有任何将军 他威胁的这么多 而且我没有看到任何的 你举走 你举走别的地方的话 他有将军 我举走A1的话 他他可以走后到 后到H1 然后吃我这个 哦 所以这不是 所以后不能吃这个象 那接下来我只能走后到D7将军 他如果王到A8的话 这是江沙 这是一个江沙 简单的江沙 关键这个王到A6 扣到C8 王到B5 A4 王到C4 扣到C6将 对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对的 我虽然没有直接看 哦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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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验计算力的一个战术 ko 好非常好 接下来下一集 呃 马赤 D5 呃 呃 这个地方首先将军 我们有看将军 呃,G416将军,这个但这是很明显不正确的一个将军 嗯,其他将军我也没有看到,你可能都可能走后到第八 首先相吃 相吃第五是个很有意思的 相吃第五的话,因为他这个兵是被牵制住的 他这个兵是被牵制住的,所以如果相吃第五,他只能走C吃第五 然后我们可以走,我们可以走G吃第五 对吧,G吃第五 哦,G吃第五之后,他仍然不能兵,但是兵被牵制住 等等等等,这个地方我感觉已经百分之百有战术 这个地方百分之百有战术 哇,这个地方我还可以走相吃第六 等等 这个地方我可以走相吃第六 相吃第六,如果他后吃第六的话,我可以走C5 对吧 C5做他的马 他马不能动,马背都牵制住 啊不行不行,相吃第六的话,他可以走相吃F3 对,相吃第六,他可以走相吃F3 他这个也是一个牵制 啊,所以应该走相吃第五,相吃第五,冰吃第五,G吃第五 然后威胁的吃他这个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相吃第五,冰吃第五,还可以后吃第五 相吃第五的呢,相吃第五 相吃第五,C吃第五,后吃第五 然后仍然捉住他这个牵制 对吧,他如果走G到,G到第八也无济于死 我可以后吃,后吃第六 后吃第六,G吃第六,G吃第六,相吃第六 看起来也是我能够赢你 等等,不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人有意思 我直接G吃第五 G吃第五应该是对的 G吃第五的话,首先威胁的他这个相 对吧 其次他不能冰吃,冰吃的话我这个 这是个牵制 G吃第五如果这个冰吃的话,我有相到A死 哇,漂亮,太漂亮了 这G吃第五才是对的 G吃第五,C吃第五,相到A死 他只能走B五,我这相吃B五 我仍然做他好 哇,所以G吃第五的话我可以赚两个子 哎 有意思 走了一步马到B4 哇,这个地方感觉也有战术 可明显是有战术 因为他这个地方,我G到第八将军 他王到H7 对吧,接下来这个相可以到E4进行一个降落 那看起来非常非常不错 等等啊,我看一下有没有漏什么 G到 等等,这个局面下我们是两G一相 他是一G,也就是我们少半子 我们少半子的话 G到第八是我第一步考虑的 王到H7 如果走E5 做他马会怎么样 我也没有看到啊,E5的话 马到 马到祭司 马到祭司,如果像将军 他只要做G的就可以 也不对 G到第八王到H7 或者我这地方可以走向到H3 等等 如果走向到H3 向到H3他不能吃我香 啊,不对 他可以吃我香 G到第八王到H7 向到H3 他是可以吃我香 因为如果我吃他G的话 他可以吃我这个 非常非常复杂 G到第八将军王到H7 所以向到H3是不行 向到H3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走H5 如果走马到 马到祭司 向到H4将军 啊,他不能走G6 他不能走G6 他走G6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有G持F7 这是一个江沙 等等等等,这好像是对的 等等再算一遍 G到第八将军王到H7 如果走一步E5 做他马 他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走 他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走 他不管走哪里 对 对,他不管走这也好 走这 或者走这 还是走这 对吧 我这几个 这几个地方我都可以走 向到 向到这个E4将军 他只能走G6 然后我 去吃F7 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可能G到D8 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说 第一步棋G到D8 这个无论怎么样都是对的 对吧 这个地方我刚才考虑的向到H3 向到H3 但他可以直接吃我的香 他可以直接吃我的香 如果我吃他G的话 他可以再吃我的香 所以向到H3不太行 如果不走向到H3的话 这个地方我也只能走 这地方我没有别的起了吧 别的将军我都没看到 向,向也不能走 这个很明显也是不正确的 A3,A3也明显不正确 所以我只能走E5 E5之后 他如果走马刀C6 马刀C6不行 马刀C6的话 我可以直接向吃 然后再吃他的马 所以我觉得E5应该是对的 啊,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上的 应该可以先吃向 冰吃 然后再吃他的马 这样的话我就变成多半子 我从刚才的扫半子 我从刚才的扫半子 变成现在多半子 继续 我们看到他走了一部相吃C6 嗯,这个地方有硬式的一部起 首先将军我都没有看到 这个局面下没有任何的将军 这个很明显是不正确的将军 其次的话吃子也是不正确的 很明显的不正确 马刀C6 马刀C6 马刀C6他只要后刀C6就可以 马刀C6后刀C6 他这个马仍然被这个剧保护 所以这个地方我第一个想法 是如果走一步 G到C8 为什么 如果G到C8的话 这是一个牵制 对吧 等等啊 G到C8进行一个牵制 我接下来威胁着吃他的将 他可以走什么呢 G到C8 对吧 他这个 他这个向走不开 他向一走开的话 那他有个 GC8如果他走向到E4的话 我只要马刀就可以了 对吧 马刀就可以了 我这后依然保护这个G 进攻他这个后 所以G到C8 他要怎么保护这个向呢 他可以走马到 马刀B4 马刀B4我可以走A5哦 等等等等 马刀B4等等等等 G到C8 马刀B4的话 我可以先吃他后 他只能吃你后 他只能吃你后 这个千万不要发生一个严重的错 G到C8 马刀B4的话先吃他后 他只能吃你后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不能G4的话 他可以江沙 所以我没有马刀就可以 所以感觉G到C8应该是对的 G到C8的话我没有看到他任何类似 这个是我刚才考虑到的 这个地方不能用后吃 后吃的话 他这个只是一个江沙 我可以用马刀就可以 走A5 马刀B4 马刀B4 这个地方首先要先考虑将军 这个地方将军是明显错误 这个将军也是明显错误 他可以用马刀 两个将军都不胜选 其次考虑赤子 赤子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可以吃 这个地方可以吃他一个马会怎么样 诶 这个地方很奇怪啊 如果吃他马会怎么样 哦 啊 没这么简单 没这么简单 这其实没这么简单 如果你马刀的话 他就像刺 你像刺 他这个狙到一半 啊 狙到一一将军 这是个闪交 要关心 这是一个闪交 哦 所以你要像先像刺 也不对 像刺的话他也是将军 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闪交 所以 像刺的话他直接狙到一一 对吧 你如果吃掉的话他就吃你的后 不对 你如果马刺的话他就像刺 马刺的话他像刺 然后你如果像刺的话他仍然 最多一 他把你这个后衣抽掉 啊 仍然没这么简单 看 那应该怎么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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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地方总是威胁的这个一个 他有这么一个闪交 就是个智能的这个 反正我们这边也没有将军 这地方也没有将军 他接下来威胁的吃我不懂 哼,这道气好像没这么容易 所以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我们从第一步 巷子肯定不能吃巷子的话 这直接就是一个书气 所以唯一可能是如果马吃 他像吃之后,我们有没有别的什么中间起 我的一个想法是 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先走一步巨到C7会怎么 这是我刚才计算的 因为他不能吃我C7 他吃C7的话,我是一个将军 对吧,他王一走开 然后我们可以吃他,对不对 吃他的小 有关键他可以走什么 如果马吃第四,他像是第四之后 我们先走一步巨到C7 啊,我感觉这已经是对了 这已经对了 真的,马吃第四,像吃第四之后 入到C7 对,他如果后走开的话 他就不存在这样一个闪将了 他就不存在闪将,然后我们也可以吃他下 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多一个 对吧,有没有问题 马吃第四,像是第四 入到C7 对吧,他如果吃我们追的话 然后我们就后持一流将军 他先锁一个将军 他往后走开,然后我们再吃他下 嘖,这个看起来是对的 对,这个时候刚才上军 等等,如果遇到C7 遇到C7,他还能走什么 遇到C7,他如果走 他如果走 他如果走 后到D6的呢 哦,后到D6,后到F7,哇 后到D6,后到F7,后到G7 嗯 也不对 这不是讲材 这是像保护这个 D7可能 后到C7 后到D6 对,我们这个地方很奇怪 对,我们这个地方很奇怪 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吃他 啊,可以吃 可以吃可以吃 不对啊,不能吃 等等等等,这个地方开始混乱起来 等等等等 保持清醒,保持清醒 突然开始混乱起来 等等,遇到C7 遇到C7,他如果走 后到D6 我们不能吃太小 不过我们可以先将军 啊,先将军 王到H8 然后再吃他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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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不管什么 感觉应该是 啊,这个的话就直接去 呼 今天感觉还可以 今天被我重启还可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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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